大家好 欢迎来TML开箱 我是乐伟小叔 好那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的这个城市交易铁人赛 我跟大家先从优势 怎么样利用优势来产生多巴胺 当然大家知道小叔之前在做选择选双卖城市 他不会忽然想选择选双卖 是因为看到人家的优秀 欧大的优秀激起了小叔的动力 所以这样子多巴胺一起来 你就利用这股力量 好像我们在火影忍者查克拉 查克拉一出来的时候 你就赶快利用这股力量 把自己推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风起了 你就搭着那个风顺风而上 好这次优势日本的成功 那小叔当然会觉得很有感进 很有动力 哇塞 人家的三百种策略 做得这么的成功 那我们是不是 一般小散步 也应该做一点事情 来提升自己的交易的竞争力呢 那这样子多巴胺又起来了 那但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耕耘 没有多巴胺 没有干净 所以我们小叔就跟上次一样 上次我也是为了要写出欧大的双卖城市 那小叔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奋战 那事实上也是到最后大概是有三位朋友 有后来有跟了比较久 到最后也差不多都写出了这个自己的版本的城市 那一开始一开始欧大城市大概也是有差不多30位战友一起跟 但是这个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 最后能够坚持到最后写出自己的城市的 当然就是有限 好那这次我们就看看 这次大概有50位朋友想要一起来跟着小叔一起跑这个马拉松 好那小叔这次主要的这个方向大概就是 我现在要开始做股票的城市交易 因为之前小叔写选择权的双卖 还有选择权的富士的自动单 那这回呢那我就是要从股票 好那我也希望说我写出来的城市能够在某种程度 能够让一般想要进入到城市交易的朋友 也能够顺利的衔接 所以我是尝试着看能不能架在原来这个群里 他们所给的这个范例城市上面 以这个为基础 然后从旁边发展出其他的 好这个是一个想法了 但是会不会成功不知道 因为小叔也是一起参战 我们一起朝着自己想去的地方 一起它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好所以是非常的有趣充满了挑战 小叔也到Python Taiwan发出了邀请函 这次大概也是有不少人想要来一起来挑战 所以我们就是一起相伴来干这些 没我们比较具有挑战性 但是成功与否不知道 这样才有趣嘛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小叔目前要做的 我现在目前已经进到 正在进行第四关 所以我现在把前三关 就是我们按照 如果是完全小白完全新手的话 你大概应该要先从哪边 是最快速的效率的 所以从这边 所以小叔就是写了一些笔记 我也希望说大家想要一起加入作战的朋友 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好我给大家讲一下 那我这次 我就是在我个人的DIY里面 我已经从第一关 已经现在写到第128关 每一关大概是一周的时间 所以小叔自己已经到128关 就是每一关一直挑战一直挑战 哎呀已经 所以小叔敢厚着脸皮自称 我绝对是城市吃汗 这绝对是非常迷恋写城市的一个怪咖 好那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关 第一关在这边 我过去写的这个城市 我自己都有写一个资料库 好那我就直接从这边 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好因为前面几万是最基本 好所以就是要先申请群益的API 好先去群益 好那有朋友问 小叔那我其他的那个勒 我如果是永丰的呢 好之前有永丰的朋友 也把小叔的城市 双卖城市 也尝试着改成永丰版本 永丰的基本架构跟群益 其实差异蛮大 但是后来也有朋友事成了 所以没什么问题 好那这个就是先申请API 如果你是永丰的就申请永丰的API 你是凯基的就凯基的API 原大的原富的 这几个比较多人在使用的 城市交易的券商 大家就先去下载你的API 好API整个申请有了那样的资格之后 那再来就是直接去下载原件 你是原大的就是原大的网站 下载它的API的原件 它是一个这个相关的说明档 相关的这个Python的一些原件 等等API原件之类的城市 好像这边就是先下载 好然后呢 那像我们一般会建议说写Python 因为Python它的整个的语法 它是比较简单的 比C++ C Sharp 比这个C Sharp 比较容易一些 它整个的操作VSCode 也比 因为C Sharp 大概要用Visual Studio 那它的操作比较复杂 比较庞大 所以不建议新手做C Sharp 好所以就用Python 所以然后下载这个API 下载Python的范例加API 所以其实下载这个就好了 Python范例加API 这个就是券商群艺他们自己付的这个Python的程式码 还有他们给的你可以使用的一些原件 它已经写好的程式 你就可以直接来呼叫那些外部的函视 好那小叔自己是群艺的 所以我就以群艺为主 我主要是以群艺API为主 其他的就自己要举一反散 好接下来下载完了API之后 你就把API按照它规定的方式来安装 你是其他券商 其他券商说明书你就要参考 他们是怎么样安装 然后安装完了之后 还有凭证下单凭证 就是我们下手机的时候 不是会有凭证 所以他现在都是双阴值认证 所以到时候凭证 还必须要做一些相关的电话 或email 除了凭证之外还要再加上 身份字号外加电话 或身份字号外加email 之类的双阴值的两个 就相当于双证件 就是一定要确认说 这个资料 这个资讯是非常的安全 好那这个完了之后 你下载了API 然后凭证也安装 双阴值认证也都安装正常了 之后就要开始来测试说 你安装的有没有问题 好那这种安装的有没有问题 他我们的这个群里 他有给一个程式叫做 SK控Tester SK控Tester 他整个做出来这个操作的画面 其实就是这个群里 他给的范例程式里面的程式码 执行的结果 所以这个 他给这个Tester 应该是C Sharp写的 因为我们 我后来拿他的Python的码 资金出来 好像跟这个画面有一些 有一点点差异 所以这个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 用C Sharp的 因为他C Sharp 这样子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SK控Tester的操作 就是一个起点 因为你的范例程修改完之后 也是长这个样子 那他的操作也是跟这个差不多 所以如果群里给的这个SK控Tester.exe 这个程式能够正常执行 代表说你的API没有问题 你的凭证也没有问题 双阴值认证也OK 所以这个都OK了 就是可以做好 可以开始写程式 一些Python的交易程式的一个起点 所以这个SK控Tester 当然是我们的第一关 所以我给大家安排 SK控Tester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输入你的身份字号 输入你的密码 按login 然后你点点选 这个完了之后 你就连结 按报价 按连线 这时候再按查询 这时候你这边输的这个商品代号 能够正常显示 Bingo 你过关了 第一关是最基本的 好 所以小叔 就是来给大家先做第一关的介绍好 希望所有的朋友 第一关一定要过 因为第一关过了 你才后面写程式才有意义 如果你连第一关券商给的 帮你写好的程式都没法执行 那你更不要说把它程式写成你要的样子 OK 好 所以这样子 小叔认为 这个是最适合当第一关 你必须要把群益API 申请好 下载好 凭证弄好 程式 他给的 帮你写好的 这个交易程式 能够正常执行 就是过了第一关 好 那有些朋友 这个 直接 不用这个来测试 直接用XQ 也可以 那你熟XQ 你就XQ XQ 能够正常执行 也是 也OK 那有些朋友 直接用策略王 群益的策略王 来测试也可以 但是因为 我们到处写出来的程式 就差不多长这个样子 因为他给的翻例程式 就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能够执行 那大家未来 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关 第三关就是要 开始接触 他 这个的圆码 透过圆码的理解 跟圆码的修改 来 开始进到我们真正 自己DIY 里面的功能是 自己想要的功能的 这个城市的世界 好 所以这边 小淑就先给大家 先介绍到这边 所以大家 你下载了它的 Python的范例 它的群益API 里面就已经有 SK Contester 就有这个SK Contester 好 有SK Contester 那你就点它 然后再 执行 像小淑这边 就都正常执行 好 所以这样子 就算过了第一关 OK 好 那我们这个第一关 的部分 就先给大家介绍 到这边